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作为制作人先介绍一下这个我们今天应该说是在第一次首次在北京国际影响展发布这个昆曲专辑春色无曲渔冰昆曲 这个作品我们创作了一年时间特别棒的一个作品 因为让我觉得中国传统艺术之美在这个作品上能够得到充分的体现 因为600年昆曲非常丰富的一个历史文化的一个集锦 在一个小小的专辑当中能够体现出来 希望大家多多去了解它春色无曲渔冰昆曲 这是我们的昆曲艺术家渔冰 非常高兴日明音乐给渔冰做了这样一张昆曲 希望借助这样一张CD有更多的朋友知道昆曲认识昆曲了解昆曲 然后是更加的了解渔冰昆曲 音乐 十岁刚出头就开始学习 一直到现在为止 痛病快乐着 虽然很苦 但是因为是我从事的职业 也是我喜爱的职业 所以觉得还好不苦 好像特别困难到没有 特别享受倒是有 因为这个过程当中 你会发现原来 整个不仅是听到的结果很美 这个过程都非常的美 因为这个艺术家 每时每刻 他们会把一些传统的艺术 呈现在你的面前 所以我觉得不是一个苦的过程 是一个享受的一个过程 我觉得昆曲是希望大家 能够首先接纳他 然后才慢慢欣赏他 所以我觉得就像牡丹亭的戏里面的一句念白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所以你不听昆曲 怎知昆曲如此之美丽 我就念一句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 我认识是否 唯一 我认识是否认为能够